交通部长王国财在花莲会刊多项的交通建设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率领公所团队和各村的村长 到东昌村的荣光桥 到乡平交道以及花东快的吉安交流道 规划地点来表达地方对交通改善的热切期待 在听取简报与地方的心声之后 王国财部长除了是同意荣光桥改建计划 也针对稻箱平交道的安全设施 要求中央单位配合地方来尽快改善 交通部长王国财与台铁局和公路总局等单位首长 19号来到花莲展开交通建设限地会刊 其中吉安乡包括东昌荣光桥新进案 稻箱平交道设施改善 以及花东快交流道规划地点等列入会刊重点 吉安乡长游淑珍率领15位村长专程到场 向中央长官表达地方对交通改善的热切期待 谢谢我们中央来到地方倾听声音 也谢谢我们在地的立委 为我们牵起了这样的一个机缘 我们相信始祖的倾听在地的意见 才能够创造最正确最完整的建设 我相信这不只是吉安的需求 来往到吉安的所有的通路的路权跟平安 都会是我们最重要的建设 所以我们希望中央继续的倾听我们在地的意见 在吉安路往高架甘城段南华道甘城这个阶段 没有完成纳路计划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散尽地方告知跟诚勤之责 来让我们交通部 让我们公路总局跟铁路局来听到我们的意见 在听取简报和地方信声之后 王国财部长针对东昌春荣光桥改建计划 当场表示会全力支持 同时对于道乡平交道改善计划 王部长也指示台铁局和公路总局 务必和吉安乡汇整共事 尽快完成改善作业 而对于吉安乡南华二街 芝卡轩大道路口花东快交流道的规划地点 他也指示公路总局要听取多方意见之后 预计113年2月份提出可行性的评估期末报告 核定之后要有10年的公期 这里会讲相报道